大家好 歡迎關注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2015年的時候 習近平第五次訪美 在之前 有個叫喬治·弗拉霍斯的美國老股民 多次寫信給習近平 投訴自己因為投資中概股而被騙的事 但卻沒有任何回音 當時已經85歲的喬治對美國媒體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彌補損失 我將會帶著不可原諒的罪過離開這個世界 因為我輕信了這些公司 喬治投資的中概股因為長期不交財務報告而被集牌 公司股價也有2010年的10美元一股 下降到2015年的5美元 這令它損失了幾十萬美元 喬治76歲的妻子也逼不得申請低收入救濟 喬治聽到習近平要訪問美國 就通過媒體呼籲習近平 希望能給投資中概股受損的人一些希望 雖然投資中概股的普通美國民眾蒙受損失 但華爾街就在這一筆筆的上市交易中 賺到盤滿撥滿 我們以瑞幸咖啡舉例 瑞幸在2020年4月發生重大的財務舞弊醜聞 但是2019年那時華爾街的三大公司 瑞士、信泰、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就作為瑞幸首次公開招股的承銷商 賺了幾百萬美元 華爾街為中共服務 早在中美建交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始 1973年 大通銀行成為中國銀行在美國的代理行 比起中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足足早了6年 在華爾街向中共輸血的背後 還有不少政客的身影 非常典型的是被中共稱為老朋友的基身家 2014年 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 融資高達250億美元 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IPO 給面書的首次公開招股 高出大約90億美元 阿里的幾個承銷商也大賺了3億美元的佣金 其中就包括花旗集團 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 雖然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升勢浩大 但是就在上市之前的2、3年 2011年至2013年期間 中概股因為受到東南融通等 中國企業財務舞弊醜聞的影響 上市數量已經縮減 即使在2007年、2010年的時候 中概股曾經有個上市小高峰 2013年5月7日 在奧巴馬拜登政府的領導下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和中共證監會及財務部機構 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 准許雙方在國內法和國家利益 不准許的情況下 拒絕提出披露文件的要求 這樣給了中國公司極大的優惠待遇 一般來說 在美國的上市公司 必須要經過美國證監會認證的 會計公司的審計 對披露文件的要求 對披露文件的要求 由於Youtube近期開始刪除本台的節目 部份節目被迫遷往Patreon 請各位觀眾繼續支持香港大紀元新唐人 訂閱Patreon收看本節目 訂閱的方式如下 進入Patreon.com slashAppleTimes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 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 或者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了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t 和雪兒的節目